二零二零渣打台北公益馬拉松 即將於明年一月開跑 這次活動除了維持鼓勵 視障朋友的傳統 更進一步對於不同 弱勢處境的青年神出援手 活動代言人蔡依林 也分享她對於這次活動的期待 除了視障之外 還有一些弱勢的青年 想要協助他們 追逐他們的夢想 然後告訴他們說 不要設限 其實我比較少參與 路跑這個活動 每一次看到他們的時候 我又想說 因為我的慢跑鞋在哪 所以我覺得運動是真的 可以感染 就是感染身邊的人 Joling找不到慢跑鞋 雖然有點Lots Up 但運動比賽 能夠激勵人心這一點 跟天后同台的U18棒球 金牌國手余謙跟羅偉傑 應該能夠感同身受 不過第一次參與 這樣的大型活動 兩位小將直呼 真的有點緊張 因為第一次參加這種 然後就感覺不一樣 然後緊張的感覺比較多 很開心 太開心了 就身體就很緊張 因為她是大咖 我不是 我是不明人士 竟然說自己只是不明人士 余謙真的太謙虛 在三級棒球前期默默無名 靠著不斷的努力 在高中生涯的尾聲 有了突飛猛進的成長 最後還在國際賽中 繳出精彩表現 余謙的故事可以說是 完全體現了這次活動 所提倡的勇敢 不自我設限的精神 觀眾朋友們 也可以透過參加路跑活動 自我挑戰一下喔 回來體育新聞 肝幫節李優謙 採訪報導 好